当笨贼遇到职业格斗手,会发生什么? 我们今天分享两个笨贼遇到狠人,被职业拳手一顿收拾的故事 在巴西的某个夜晚,一名男子打起了别人手机的主意 于是他挑选了一位看似柔弱的美女下手 万万没想到,对方竟是一名综合格斗名将 是效力于UFC绰号铁娘子的维亚娜 小伙当即就被一通收拾,铁娘子使出了地面裸脚 不久后,小伙就变成了这副模样 期间一度崩溃的小伙,甚至还主动请求对方报警 这笨贼估计眼神不太好 美女衣服上那么明显的UFC标志,愣是没有看见 在去年,山东宾州也上演了类似的故事 一名男子在他人车里翻找东西 结果被车主撵上,用巴西柔术直接降服 笨贼立马有了小情绪,强烈谴责车主 你怎么能后背偷袭呢 表示不服,要求再战 结果车主把他放开,不久后来了个二次降服 后来得知这名车主是武校校长 还拿过五国拳王争马赛的冠军腰带 生活就是这样,处处充满了惊喜 这里是VCF,我是阿良 我们下期再见,点赞吧 我们下期再见,点赞吧 我们下期再见,点赞吧